我5月29号的时候我发函给中华电信 所以我要给你们购买 2024年5月19号 在北平东路的大型集会 2024年5月24号 台北市济南路青岛东路中山南路大型集会 你们产品里面的人潮客群分析的这个产品 那请问针对这两场集会 中华电信有没有做过人潮客群分析 我们没有 从来就没有做过 那如果我今天要跟你们买 你们会出售吗 我们没有的话就无从出售 你们可以回去做 第二我们公司基本上基于行政中立 政治中立的一个立场 还有在政策上我们不承接政党 还有涉及到包括选举或者是有 所以政党没有选举没有 好那我就进一步要具体的请教 就是说因为你们讲得很清楚了 你东西都没有提供给王玉川 我们姑且相信 我们姑且相信 但我现在要进一步的问是说 不管是在北平东路的519 还是我们在讨论国会改革法案的时候 周遭所聚集的人群 到目前为止中华电信 从来没有做过人群客席分析 我们没有 从来没有做过嘛 好那第二个 今天如果有政党或政治人物 主动跟你们中华电信要买的话 你们也不会出售 我们拒绝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好你们拒绝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主委我先针对我上一次 提出来的问题继续往下追 因为前面有个NCC主委 肖启宏 他沦为诈团的门审 这件事情人神共愤 我相信NCC也发出谴责的声明 上一次我说针对第二类电信的部分 被诈骗集团滥用 我问你说NCC有没有行政裁处 你说要等到检察官侦查结束 你要进行行政调查才会采除 我相信应该主委还记得吧 我们已经有采除相关的案件 来那2024年1月起诉了嘛 那从我上次询问到现在 也经过一段时间 现在采除的结果是什么 针对飞速移动台湾卓益跟25电信 那个平台处 什么时候采除了 采除的结果是什么 因为我一直在查NCC 相关的委员会议新闻稿 我都没找到 现在采除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采除的是海峡电信 还有那个 那个是之前另外一个案 去年的案子 早就处理完了 我上次在问你的 就是针对这个萧啟宏担任顾问 这个飞速移动台湾卓益跟25电信 我上次在问主委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了 你说你要时间嘛 那现在采除的结果是什么 是跟国民报告 因为他这个 卓益电信或25电信 就是那个检察官在 那个 申办这个案子 因为他有一些 他起诉了 对我理解 我不是说 因为他有一些技术的东西 我们还在厘清 所以还没有采除吗 这个部分还没有 没有啦 所以没有采除就没有采除 浪费这么多时间 那主委你还需要多久 还需要多久 跟委员报告 25电信跟台湾卓益 他并非电信事业 那25电信 他提供的服务 并因为下面的这个资讯是黑莓卡 那25电信 他并没有是提供这种黑莓 他提供的是黑莓卡 并非提供电信服务 所以变成的是说 这都不是处于NCC才处的范围是吗 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讯息 25电信跟台湾卓益是如此 你们那个行政调查报告还要多久 我们看过 这个起诉书上面的这个讯息 目前的为止是25电信 他现在已经来 终止跟我们绘止 他的电信服务的 对不起 这不是我的问题 你有两种可能的答案 第一个 我没有要做行政调查 但这显然不是主委上次给我的答案 主委上次跟我说的 你要做行政调查吗 那我现在的问题很具体 行政调查什么时候会出来 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资料就是台湾卓益 他并不是电 他没有提供电信服务 所以他不是电信事业 所以在如果说调查完应该是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你们没有要做行政调查吗 请出位 这个行政调查来讲 所以说比如说这两家 还有没有其他的 比如说像黑莓卡跟比特币这个部分 那这个会涉及到相关的法律是什么 那我们要比如说是行案还是行政法 没有没有这还是在处理当中 所以还要处理多久 不是要看处理什么事情 如果说比如说像那个行政调查里面来讲的话 没有啦我请主委再回去看一下 我们上次巡打的内容 有有我们打炸事法里面来讲的话 比如针对黑莓卡 现在我不是在讲打炸事法 这件事情你有没有要做行政调查 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已经针对25电信去调查过 他提供的服务是黑莓卡 行政调查报告什么时候可以做出来 我们目前并没有发现25电信在这一件事情上 有违反我们电网法上面的规定 所以他被起诉了但是没有违法 是这样吗 没有没有 他起诉违法但是违反相关的刑法的规定 那行政调查来讲的话 只是说我们当时调查 没有关系嘛 如果你今天行政调查的结果是他没有违反相关的法令 那也是一个调查的结论嘛 那我的意思就是我现在不要听你们讲的 白纸黑字的行政调查结果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还需要多久 你说现在调查完了 那你等一下可能回去就可以写行政调查报告嘛 那你的行政调查报告 经不经得起检验再来讲嘛 我们一个月内给委员这边 一个月内 行政调查报告 顺便说明一下 检查官上面所点出来的事实 OK 萧麒宏 他协助 25电信公司跟通传会负责电信营运管理 及中华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人员接洽 跟谁接洽 接洽什么事情 跟谁接洽 接洽什么事情 在行政调查报告当中一并说明可以吗 可以我们这本已经 好来请中华电信董事长 中华电信 中华电信这个案子事后有没有去了解 这个诈骗的门神萧麒宏 后来跟中华电信的谁联系 本人有了解 有跟主管联系 但后面我们都 这个没有进行任何的合作 没有关系 他跟谁联系 联系的事项是什么 中华电信这边 可不可以提供一个书面说明 可以吗 我们会后提供 可以吗 好 那针对大家今天很关心的事情 也就是说 涉及到在不同的时间跟空间 使用这一些电信 使用人 不管是不是有去识别化 因为你即使有去识别化 如果有ID做连结 还是要回溯才能做比对 我想这个基本的common sense 大家都有 来请中华电信董事长 我5月29号的时候 我发函给中华电信 所以我要给你们购买 2024年5月19号 在北平东路的大型集会 2024年5月24号 台北市济南路青岛东路 中山南路大型集会 你们产品里面的人潮客群 分析的这个产品 那请问针对这两场集会 中华电信有没有做过 人潮客群分析 我们没有 从来就没有做过 好 那如果我今天要跟你们买 你们会出售吗 我们没有的话就无从出售 第二 你们可以回去做啊 第二 这个我们公司的基本上基于 这个行政中立 政治中立的一个立场 还有在政策上我们不承接这个政党 还有这个涉及到包括选举或者是有 所以政党没有 选举没有 好 那我就进一步要具体的请教 就是说 因为你们讲得很清楚了啦 你东西都没有提供给王玉川嘛 好 我们姑且相信 我们姑且相信 但我现在要进一步的问是说 不管是在北平东路的519 还是我们在讨论国会改革法案的时候 周遭所聚集的人群 到目前为止 中华电信从来没有做过人群客群分析 我们没有 从来没有做过嘛 好 那第二个 今天如果有政党或政治人物 主动跟你们中华电信要买的话 你们也不会出售 我们拒绝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好 你们拒绝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好 那我现在要问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 中华电信里面 过去啊 这段时间当中被媒体披露啊 有非常多的绿油油 有非常多的绿油油 当然 他们是按照自己的专业 还是按照政治关系 到中华电信去认职 我相信这社会会公平 我现在具体的问题是 从2018年以后到现在 中华电信有没有针对 譬如说像选举的时候 选前之夜 这种人群的聚集 做过任何的分析 没有 从来都没有 没有 从来都没有 所以如果有人手上拿到 从2018年到现在 如果有人手上拿到 针对这个客群进行分析 因为今天董事长说 中华电信从来没做过吗 就我的了解没有 如果有人手上 有这样子的 人群客群分析 他一定是偷偷的 非法的 使用你们的data 去进行分析 我这样子的理解对吗 因为你说你们从来没做过嘛 就正常的管道 公开的 从来没做过嘛 现在大家在质疑的是什么 有没有私底下 用这个data 去做私底下的分析 所以我的问题很简单 中华电信的董事长 今天在国会 告诉全体国人 中华电信从来没有针对 这一种政治性的机会 进行人潮分析 我的理解没有错吧 如果有人手上拿到这个东西 一定是非法使用 对不对 我们中华电信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资料 对啦 你说你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资料 我姑且信之嘛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有人手上有的话 那一定是非法使用 对不对 中华电信要有个立场啊 我们没有做过这个事啊 如果有人背着中华电信的高层 董总不知道 私下偷偷用中华电信的data 干这种事情 中华电信绝不容许 一定是非法的 追究法律责任到底 董事长可不可以展现这个态度 这个如果有这个刚才委员所提的相关的个案 我们一定会查明益处究责 好 下一个 来 最后请主委 不好意思 再一分钟就好 依照个人资料保护法22条的规定 中央目的主管机关 或者是其实地方政府 他为了要去确保 有关于个人资料保护 认为有必要的话 是不是可以进行行政调查 如果 对嘛 依照个人资料保护法22条的规定 如果对于本法所规定 第一项第二项 他可以做什么 他可以进入那个场所 他可以检查或者是处分 他可以要求你提出资料 还可以直接把那些资料 予扣留或者是复制 这个都是我们给行政调查赋予的权限 我的理解应该没有错吧 主委 是我们基本上是用机场的手段去处理 好 到目前为止 你们过去这一年 对于五大电信业者办过几次各自的行政检查 我们请同志跟委员 好来请 报告委员 其实我们非常重视各自 NC成立以后至少我了解108年就开始每一年都要求做各自 108年开始每一年通通都有检查 那举例来说像去年就以去年大概在七八月完成 那我们今年也排定在八九月也陆陆续续也要去进行看叶子 我们落实他的那个各自维护计划 我有先确定一下啦 你们从108年就有做行政检查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有任何违反的状况 对不对 目前为止来讲的话 如果有那个就是个人资料维护的部分来讲的话 并没有那个太大的没有相关的那个彩处 我就简单讲你违反22条的法律效果是什么嘛 如果你拒绝配合调查的话 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可以罚多少钱 目前来讲没有电信事业拒绝调查过 对嘛 所以我说依照法律效果来讲可以罚多少钱 就2万元到20万元以下 2万以上20万以下嘛 还有第25条的各项处分嘛 好 最后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来请中华电信董事长 还有NCC主委一并回答最后的问题 刚刚NCC说了嘛 从108年到现在 每一年他们都有针对各自进行行政检查 这个行政检查的检查报告 NCC可不可以提供 我们回去提供把整理 需要多久 每一年哦 从你们开始做到现在哦 每一年的行政检查的报告 可不可以提供 报告委员 我们大概给我们三个礼拜确定一下 因为我刚才108年是我认知啦 那我回去再确定 我们倒过来从 譬如说从112年11年 我们回去 没有关系啊 你就从现在开始往前回溯嘛 看你做几年 所有的行政检查报告都交出来可以吗 好一个月 我们要一个月里面整理给委员这边来看 一个月太久了啦 三个礼拜好不好 可以吗 可以哦 好谢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